小红娘们好 中国新乡今天的风味 男生家庭版和女生家庭版 对 今天一看 是女生家庭版了 是 首先让我们有请一号家庭 我们的老朋友 球宇慧家庭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球宇慧 今年二十五岁 来自杭州 新年期许陈佳偶 清零宝地叛良缘 非常感谢随时随地 可以视频相亲的真爱APP 推荐我来到这个节目 第二期节目播出以后 有好多的观众 都在网上发弹幕 给球宇慧支持 大家发的留言 我都有看到 说实话我非常的感动 我也想借着节目的机会 跟所有的单亲家庭的孩子 说一句 不要怕勇敢地 去追寻自己的爱 那今天我又勇敢地 来到了中国新乡区 好 谢谢你 对我们信任 这一次我想她找一个 能够陪伴她一生的男孩 我希望她能够 这一辈子都很幸福 然后就是来弥补她 这么多年 所缺少的那一份爱 就这样 谢谢 妈妈刚才说到 这番话的时候 有点动情 是吧 我特别想找一个 就是霸道总裁类型的男生 就是看起来非常慢 就是能够保护我的 霸道总裁 就是我刚刚也要撒娇了 累了 累什么了 你这才干了多少啊 去 干活去 不是 其实我还是很想当小公主的 好吧 好 反正我不了解你们这些年轻人 因为我岁数太大了 好 让我们有请2号 邓绝家庭 大家好 董事老师好 小伙伟老师好 好 叫这个热情的家庭 好 叫这个热情的家庭 我来自江西 南昌 所以我可以学习 对不起 我听不懂 你们都听懂了吧 这是德语 你看 怪不得我听不懂呢 要是英语我就听懂了 大家好 我叫邓绝 今年22岁 来自江西南昌 现在在深圳一家跨境电商企业 在做德语运营的岗位 那能不能教我们两句 比如说中国新相亲 有爸妈更放心 不说德语啊 孩子 这句好像有点难 然后我试着翻译一下 好 好 我试着翻译一下 这么复杂啊 这是一个中国新相亲 我是字 国丽老师 我可以教你一句简单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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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怎么觉得生活像俄语呢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愛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是 nothing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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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之前都不要谈恋爱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到现在还没谈过恋爱呢 没有谈过 人家都说一个女心半个儿 我希望我们找的女心 跟我们无话不说 一个儿 半个儿 对啊 你无话都不说了 半个儿他还有话不能说呢 完了以后该就成了一个儿嘛 对啊 是吧 真是 国立老师 我还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 你看 我今天苗苗跟口哨都带过来了 带这玩意干嘛 你相亲 我有一个测试的项目 叫15秒的高抬腿 我希望我找的女心呢 体育素子相当好 也喜欢各方面的体育运动 这挺有意思的 好了 那再介绍一下旁边的是妈妈吗 我是邓杰的母亲 也是一位前子太太 你吓我一跳 你说邓杰 我以后我听成邓杰了刚才 我是邓杰的母亲 今天来到中国新乡亲栏目 想请国立老师 帮他找一个在生活方面能 呵护他 屋子上面能支持他的男生 高带上气的那种 那就再好不过了 希望你们今天能够遇见这么一个男生 好吗 来 我们有请三号家庭 谢心童家庭 大家好 博力老师好 大家好 博力老师好 我是谢心童 今年24岁 来自有福之州福州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现在呢是在杭州的一家互联网项目孵化公司上班 担任这个市场部经理的工作 我们家呢可以说是一个迷你版的西游记 我呢就是富川豹文小短情的孙悟空 我的爸爸呢是这个爱唠叨的唐僧爸爸 右边的这位是我们家管理内情的沙僧妈妈 今天来到新乡亲的舞台 主要是想给自己找到一位白马王子能够带回家 缺一个二师兄啊 这个二师兄是我们家的小猫咪林肯 来 挑着担子的妈妈 大家好 博力老师好 我是心童的沙僧妈妈 我负责家里的后勤 任劳论院替他们干活 为了这个家更好的发展吧 对 对 我的妈妈这么任劳论院 主要就因为我爸在家什么都不干 他每天就是我妈妈开心 他开心了什么事都帮爸老爸 哎呀 我真不如你 我有时候会说点假话的 说点假话应该是必须的 把忽悠老婆这件事情做到底 做到死才是一个好男人 哇 看来咱俩是一样的哟 这个跟郭丽老师报告一下 我到现在为止 家里拖把在哪儿真不知道 拖把在哪儿你都不知道 这个我可要批评你了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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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可得批评你了 你太过分了你 是 是 是 我在家里都要干活的 经常等着邓老师一听到 邓老师脚步声 我赶紧就拿起来 呼吁不看 哎 我心想邓老师该说 那个你休息两下子吧 你休息休息的时候 怎么还不说话呢 我再回头一看 哦 是我们家阿姨 白干了 今天就希望我的爸爸和妈妈 能够一起帮我把把关 找到一个靠谱又真诚的白马王子 放心吧 你把纵横江湖几十年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两眼洞窗历史五百年 一定没问题的 来 让我们接下来有请四号家庭 黄金慧家庭 大家好 给皇上请安 给在场的娘娘们请安了 这个事在场她的没娘娘 你这个不要回去 让我下不了台到时候你知道吗 不敢让邓老师知道 邓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你说完给皇上请安 然后还给在场的娘娘们请安 那得有多少啊 来 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王金慧 来自浙江杭州 我是一名英国法学硕士啊 我自己啊 特别喜欢动手 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手工艺 图上这个呢 就是我自己做的手工算盘 不错啊 油脂散 手工皂 一只猛眼的小熊 哎哟 心灵手巧 我们看到京慧 刚才做了很多的东西 来 介绍一下你身边的 这是爸爸吧 是的 左边这位是我爸爸 大家好 国立老师好 我是王金慧爸爸 我女儿呢 喜欢动手 我呢 就是喜欢动脑 我有十多本专利 我还用我自己的专利 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还在我们家庭院里面 自己动手建了一套生态系统 我用太阳能发电 这就是你们家 是 用发电去动鱼室的水棒 用水棒把鱼室里的 有营养的水抽上来 种菜浇花 想说我们要是旅游 一个月回来不在家 我们的菜地 当然长得绿绿的 鱼长得肥肥的 动脑达人 而且有科技含量 谢谢 好 那来介绍一下妈妈 威老师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 真的 谢谢 我是看你的年纪性长大的 暴露我的年龄了 现在你们想找一个什么 动嘴的吗 我们想找个动心的 我觉得一个人要有忧过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自己的爱好 而且呢还比较有包容心 这样就足够了 哎呀 越来越像我 国立老师带回家 你们家不能领个爷爷回去 好 祝福你 接下来我们有请5号 李嘉玉家庭 大家好 国立老师好 小朋友们好 真热闹 我们是5号家庭 吉祥三宝家庭 我叫李嘉玉 今年25岁 我从小出生于 辽阔的科尔沁大草原 现在是一名初中语文老师 今天来我想找一个 见多识广 有思想 有主见的 开路骑士 开路骑士 是个什么意思 我希望有这样一个骑士 在人生的岔路口 给我一些帮助和建议 当然 如果他能有骑士般的身材 那就最好了 就像国立老师您这样的 身材特别好 你降低了骑士的标准 不 我是提高了骑士 国立老师好 您好 我是生长在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 汉族人 对 但是我很喜欢蒙古风情 蒙古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一张嘴就会唱 一动身子就会跳舞 太棒了 国立老师您好 我是李嘉玉的妈妈 我和他爸爸的文化都不是很高 就是一路走来吃了不少民文化的亏 所以啊 国立老师 我今天希望我女儿能找到一个 喜欢学习爱读书的男生 当然了 学历就是越高越好了 你说的这个实在一点 好的 了解了五组家庭之后 就有请我们女嘉宾 现在就一步第二现场玻璃团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的第一位男嘉宾 打个赌1米75以上 1米75以下 我希望1米8以上 我觉得1米8好 1米85最萌生高差 有请金融界的小巨人 金融界的 那就是一个理财高手了 说第一个出来就是彭彦怎么办呀 我也挺喜欢的 高情 李浩 歌得很高亮的 还能跳出来吗 哇 大重吹 Oh my god 这就是哪个台咯 手要快啊 想到 李浩 西庄 我喜欢 西庄 手表 我喜欢 这位嘉宾由实时视频相信的震撼 A1组合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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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还可以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他为什么带一个帽子 要西装下位移很潮 你好 我叫李浩 来自广东 广东人 你福建很近 跟我合 我就是广东的 我是深圳 我们一起吧 我们一起吧 我喜欢这个 你家离得太远了 我喜欢港区 各位家长你们好 我叫李浩 来自广东赵庆 现在是在佛山的一家银行里面做职员 我的身高可以给您足够的安全感 我的身高可以给您足够的安全感 是我喜欢的 我喜欢这个 身高给足够的安全感 金融理财师又会占钱 身材又好 我叫温和 我也可以温和 然后充满活力的 能愿意跟我一起到处去走一走啊 到处去玩玩的这样一个女生 我 我喜欢 我超喜欢自由的 我也喜欢 这身高啊 对女孩子来说安全感是足够了啊 但是对我来说 我就不愿意让她站在我身边的 没有 没有 其实福建老师您多跟我聊天 头抬高一点点 对颈椎其实是有好处的 好 现在有一艘爱情的小船 我们推下来了 好 来我们二号的邓爵 22岁电商德语运营 我是做跨境电商运营主管 妈呀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女儿身高比较高 一米七二 一看你出来身高 一米九多 我觉得只能配你哦 比较配 没事 我踩着高跟弦也可以 那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我想测试一下你的那个体能 啊 不要这样 你爸要测试了 完了 完了 哈哈哈哈 很简单的一个高胎腿15秒 国内老师你看怎么样 可以 来 来吧 哇 这么专业啊 对 我秒秒都带过来了 要为我女儿 找个好一点的吧 15秒 脚跟不准着地 我吹口上午就要越来越快的 好好好 来 听你的 你的高胎腿什么样 那我就先给大家表演一个 高胎腿15秒 来 预备 开始 开始 开心吗 好 来 我们再来看看李浩 预备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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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球腿 加油 我的天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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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很卖力哦 还不喘气 还不做 不会气那么喘 没有没有还可以不做 大学的时候呢 就是学校里面篮球队的 这个是我们常练的 常练的 哇 专业对口 我爸是篮球教练 都不要争了 都不要争了 打过篮球的就是不一样 我们再来 好 谢谢 我爸妈好可爱 我还想让你来 给我吹个15秒 我跑完以后 我就躺在这儿 咱们节目就收工了 大家都可以回去休息了 我爸妈下来了 好开心 我妈居然下了 我的天啊 已经有三艘爱情小团上来了 我妈妈下来了没 你妈可能不喜欢 太高了 小慧 我俩的爸妈没下来 妈呀 可是我好喜欢这种男生 我也挺喜欢的 为什么我妈不推下来 那咱怎么办 咱只能指着那个了 不认老师吧 真的小男孩我还是挺喜欢 很优秀 谢谢您 金慧是27 28了 27 27 那你们做父母的 你们觉得女儿找一个 比自己小五岁的一个 你觉得靠谱吗 那太好了 我不介意 就让她不介意就行了 好 好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喜欢 这个行 到时候你直接放弃 没关系的 没有 她喜欢就好 她不喜欢 不是她的类型 我可以 不是她的类型 真的不是她的 她比我 我比她大太多了 我怕她不喜欢我 男嘉宾 你好 叔叔你好 李嘉宇25岁中学的宇文老师 也在深圳 就是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到 那个广东或者深圳去发展呢 是这样的 我毕业之前呢 我有去广州跟深圳调查过 那边的她市场是很饱和的 她有调查做工作提前 像广东佛山的话 她有很好的经济基础 发展得很快 那么我进入这个行业 其实我是可以 乘着行业的东风 一起发展 一起进步的 很有思想 那我觉得还挺成熟的 又考虑了很多 对 思虑很成熟 如果在佛山 积累了一定的业务能力 获得了更好的能力之后 我会选择去广州 或者是深圳 好 那这样就最好了 我女儿也在深圳 好 谢谢您 有家了吗 她已经有家了 你自己买房了 买了房子了 真的 男嘉宾 你好 我们家女孩 是英国留学的法学硕士 哇 厉害 高材生 对你将来做的事业 它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法律上的一个 给你一个参谋和保障 我们家境比较好 可以助你的事业一臂之力 好 谢谢您 她好像很对我爸 胃口 男嘉宾 我女儿今年22岁 现在在深圳工作 你们两人比较相近 这本来就是一个地理优势 是吧 是的 对 我爸爸好厉害 我们就来看一段她的VCR好不好 来 请看大屏幕 波澜不惊 丞容面对 是每个金融人基本的属性 我是李浩 在去年 我通过自己三年多的准备 从四千多人中脱颖而出 成功进入广东东商银行 结算运营部 他好帅啊 从大二起 我就对自己的未来规划 有了清晰的认识 学习也好 爱学习啊 她是我妈妈喜欢的 跟我一样我爱读书 放下手中的笔 拿上桌上的麦克 爱听歌 跟来唱歌 我喜欢唱歌的男生 放下手中的麦克 穿上贵里的球鞋 爱看球 跟来打球 高中球特别喜欢那种 打篮球的男生 放下手中的球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 让我目的地驶向前方 欣赏沿途的风景 释放压力 保持良好心态 也是为了让你遇到 更好的我 我曾经有过一段跨国恋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一国恋说明语言比较好啊 距离和时差 让我们在沟通上 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最后 我们分手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 你加上在工作岗位上的历练 现在的我 希望组成一个港湾型的家庭 我包容你的小韧性 你理解我的小辛苦 我真的喜欢 用广东话说 加我马西亨 只得一三三五 好了 通过刚才这段视频 我们对李浩有了一些了解 这个年纪虽然不大 整体感觉呢 还是挺沉稳有想法 我们接一下姑娘们来的电话 喂 谁啊 喂 你好 国立老师 我是二号家庭邓觉 可以让我妈妈接电话吗 邓觉的妈妈接下电话 喂 宝贝 你说 喂 妈妈 你帮我问一下男嘉宾 可不可以在现场唱一首情歌 好的 拜拜 男嘉宾 你好 我女儿问你会不会唱歌 可不可以在现场唱一首情歌 哇 可以 但是我唱的不太好 没关系 好 我唱一首广东的粤语歌可以吗 可以 因为我习惯是说广东话 好 好 來一種是千千萬星 飄於遠方我路上 來一種是千千萬星 你怎麼唱歌也這麼好聽 沒頭記書竟然有點酥 好帥 我都找不到她有什麼缺結 我好喜歡 我想唱歌給她聽 謝謝 先走了 好棒 以我一個學音樂的角度來說 她唱得很好了 不行 我支持一下 而且不要 來 我們的金慧的媽媽 烏鴨女歌唱得很美 而且很甜美 我想唱給她聽 我想唱給她聽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把人變老 喂 國立老師您好 我是五號李嘉玉 嘉玉的媽媽接下電話 喂 就是這個男孩一出來 我對他印象就很好 這個男孩一出來 你就對他印象非常好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有思想有主見的男生 他是一個很有主見的 和你相似的 最主要的是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合適他 你比較合適他 然後他和你的愛好啊 還有性格都相當對吧 對 你媽神助攻 她喜歡溫柔型的嗎 我就是溫柔型的 我是宇文老師 很有耐心的 我女兒說的 你喜歡溫柔型的 她就是一個溫柔型 很開朗 很會逗人笑 在你那個難過的時候 還有在你生氣的時候 她會很會紅人的 對 然後四人 她說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她會鼓勵你支持你 她會幫你頂半分天 然後她也是喜歡你這種創業 有思想有规話的男生 對 她也是這樣的 因為她非常會理財 然後她思想生活都有規劃 你媽真的是 我的天哪 媽媽使得好好對 是這樣的媽媽 瞧瞧 我讓她媽接電話接對了吧 都說到我心砍裡去了 所以呢 我希望你還是多關注我的女兒 因為有默契感非常重要 你想到的是她也能想到 就是這樣 特別好相處那種是吧 對 我很好相處的 感謝我媽媽 太給力了 你媽媽真的好會說 喂 我是二號家庭鄧爵 來鄧爵的媽媽接電話 喂寶貝你說 喂媽媽 我對男嘉賓特別滿意 特別喜歡她 特別滿意 特別喜歡 謝謝你 謝謝你 年齡也合適 身高也合適是吧 我做飯特別好吃 我女兒做菜特別好吃 能問一下 你女兒做的是哪種類型的菜嗎 K物 你現在覺得你自個兒是 條件開始長高了你 很讚是吧 她剛才問你女兒做的是 是哪一道菜系 你看看 比較清淡的那一種 不是重口味的那一種 對 男嘉賓我再問一下 就說你經歷過幾次感情 這個經歷呢 這個爸爸 你這回是最智慧的 我談過兩段 你願意接受這種 沒有談過戀愛 沒有戀愛紀念的女生嗎 願意的 就是我戀愛紀念其實也不多 你才22歲 你要敢說多 我這把你踹下去了都 因為我女兒剛才講得很帥氣 特別喜歡你啊 特別表白啊 她以前都沒有 遇見過這種情況 你爸也挺給力的 所以我今天就多說兩句 第一次 第一次 知道吧 謝謝 謝謝 你們待會兒能幫我問一個嗎 就是比如說 女孩子在杭州 你願意接受一定戀嗎 我就是杭州人 我先問一下我的問題啊 你好安靜好淡定地坐在這啊 那咱怎麼辦 咱只能寫著那個了 恭喜你 有三位家庭選擇了你了 接下來你將進入 全力反轉的環節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三個家庭的簡歷 好 鄧爵22歲 電商德語運營 來 我們再來看 4號王晶慧28歲 媽媽和爸爸說27歲 我媽還20歲來的 對 我生日還沒有過啊 哪有30歲的話我也不是 我24歲 我21歲 女生對於年齡這件事情 還是很在意的 這個他們節目組 就給人長虛碎這可不好啊這樣 不喝倒啊 鼓勵老師好可愛 好 公司的法務 你看沒有 英國讀法律系 來 我們再來看看李嘉玉 25歲中學的語文老師 也在深圳 來 選擇一個 我想聽音樂課 我選擇音樂課 哪個是你 左邊的 哪個是你 好像啊 雅座 左邊的 這是我女兒在她的年紀上的 舞蹈表演 十分活潑 給她爸急得 趕緊化外音都上來了 這是我女兒的表演 好吧 現在終於輪到我們現場的 小紅娘你們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我們看一看 你們給我們的速配指數 4號 5號 拜託小紅娘5號 小紅娘們 我好愛你啊 4號 我特別喜歡你們 4號 4號 5號 4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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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其實我覺得我跟她 很多共同愛好都一樣 可是你媽媽 沒有推車 要 就是 要 要 要 不准搶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種 唱歌好聽的男生 粵語情歌超好聽 好 接下來我們就有請 成蕾及男嘉賓的情友團上場 為我們出謀畫策 有請 大家好 大家好 柯老师好 這是他的 哥哥嗎 哥哥應該不可能 就身高相差太大 這個絕對不是你爸爸吧 我的好兄弟 柯林老師 是我大學四年 非常好的朋友 對 女嘉賓現在都挺激動 我就問他 身高一米九 長這麼帥 我說怎麼可能沒有女朋友 這個問題問得好 對 好問題 我說你騙我呢 他說真沒騙真沒有女朋友 我說沒談過戀愛嗎 他說談過 幾次 他說一次 經歷過幾次感情 這個經歷呢 我談過兩段 兩段 有一次瞞著你呢 對 而且大學四年同學 他都不知道 你看他滿眼的抱怨 你看 你談過 你應該告訴你 沒對好 露馅了 你問一下 能不能接受印第戀 我喜歡她眉毛好好看 她眉毛好 就見眉 她五官都很好 對 她五官都很好 比較標誌 那你對這個三個家庭 有什麼印象呢 我是覺得 二號家庭比較適合我了 作為兄弟 我覺得她會選二號 我喜歡你 都選二號 她是關鍵本身 她在她游移 看到二號女嘉賓鄧爵 那個舞蹈一跳啊 立馬二號 選得好 選得好 她唱歌我跳舞 如果她沒有選擇我 你們能把她的聯繫方式給我 可是我想解決一下我的疑慮 好了 由著你自己的內心 站到那兒去 做最後的選擇吧 越開越帥 不得了 完了 要不要打個賭她會選誰 我要想一下 一會兒出銷看她說什麼 好 在我們男嘉賓在進行最後的選擇之前 女嘉賓 你們有搶親的衝動嗎 你們不搶親嗎 如果你們有搶親的衝動 也許你可以帶著她離開 但是也許 你搶親不成功 你這一季就不要再來了 你要為她爆燈嗎 你要是爆燈她拒絕了你 你就永遠都不能 我是不是很慘 對 不要 來 小紅娘們 給她們倒數五個數 來 五 不准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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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種男生還是蠻難遇到的 四 四 二 二 滿適合你的 我也覺得呀 真的是挺適合我的 一 搶 搶 可以搶嗎 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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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她比你小 你家離得太遠了 都不要爭了 都不要爭了 我要放棄了 如果她拒絕我了怎麼辦 這種男生她會不會 就是她一直在廣東 我一直在杭州 沒有 好 現在沒有了 再強也不算了 你的選擇到底是哪一位 好種本地 好種本地 誰誰誰誰誰 我的選擇是 她會怎麼選 放心的 男生的心是放在自己心裡的 不受控制 她也要分吧 你的選擇是 二號家庭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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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活室 真的 今天有請我們的嘉賓登場 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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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太漂亮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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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孩啊 看到我们的女嘉宾出来的时候 他一笑我发现他有点 他有点地包天 他这样的 他这样 说明是真的高兴了 笑得好开心 真的是 太适合弄起来 我这没办法抢 如果杭州有一个这样的男生 就好了 对 你看这身高也是 我第一次和男生表白 就是我有点紧张 没事 我也很紧张 我是从小到大都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我爸爸是老师 就从小对我要求就比较严 然后小时候也有许多就是 特别想做的事情都没有机会去做 然后现在就 比较喜欢那种极限运动啊什么的 然后 然后 今年就打算去新西兰跳伞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去 那就是一个暗示啊 一件事 特别有意思 你刚刚说的那些呢 其实也都是我的爱好 我也很喜欢极限运动 也很喜欢到处旅游 我觉得你说的都挺好的 我也很紧张 我也很紧张 我愿意陪你一起去 那就简厉 别多不愿意陪你 中国爱我 就 分开 的 我觉得 也不喜欢 bore 我们慢慢打开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呢 可以说人长得很高 人长得很高 跟我差不多 然后一个星期见一面 我觉得问题一点都不大 不是一个星期见一面 最少见一面是吧 来 让我们有请 我们的普慧家庭 少若男家庭 我叫少若男 今年25岁 来自山西太原 我的名字叫做帅帅 帅帅 这小名怎么有点像男孩儿的呢 人如其名 我现在就像一个女汉子一样 能打篮球 能做菜 玩得了游戏 拧得了瓶盖 我现在和妈妈经营一家服装店 妈 嗯 你说她是女朋友 这是你妈妈 对 这是我妈妈 对 这是我妈妈 我以为来闺蜜 大家都这么说 一般情况下 我在外面都叫我妈叫姐 嗯 其实你们俩应该穿成一样 让我们觉得 呦 这是一对这个双胞胎 多好玩啊 姐妹 你是我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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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姥姥生的 哎 都是姥姥生的 是吧 我妈今年45了 哇 你妈45就生一个25的呀 那当然她有点不太愿意 让你叫她叫妈 那姥姥的笑声又爽朗了 眼睛笑得那样小月牙似的 特别和蔼可心 是吧 您可千万别把她当作一般的老年人对待 她可是我们家的网红姥姥 啊 她最喜欢我们带她去电动游戏厅里面打电动 真的呀 哎呀 你吓人啊你 我觉得我吧 是一匹野马 但是呢 我不需要给我草原的人 我希望一个可以炫富我的人 给你一个草原 让你随便跑多好玩啊 啊 多么自在啊 不行 她喜欢那个 喜欢那个你知道吗 啊 是这意思吧 只有炫富我的人 才能让我变成一个少女心的萌妹子 我觉得她找来找去就是想要一个 叫霸道总裁型的男生 是吧 过来老师太了解你了 好嘞 请吧 一步到玻璃房内 慢点走 喝 谢谢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她是连接人类和狗狗的桥梁 兽医吗 训兽师吗 我超喜欢狗的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好酷啊 我喜欢小冬啊 我的妈呀 我觉得还挺壮的 我喜欢身材好的男生 我们喜欢的类型是一样的 有请陈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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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位嘉宾由石石 十一语相亲的《珍爱》 没请陈柏雯 推荐 这么帅 这个太帅了吧 佛丽老师好 各位嘉宾好 谢谢各位红标好 很绅士的感觉 所以打的YES很好 太帅了 看西装 好酷 这是我的菜 我是陈柏雯 今年26岁 我来自江苏无锡 现在是一名熏狗师 这个职业很酷 哎呀 我好喜欢养狗 我也 我家提上来了 我家提上来了 天哪 我好激动 我妈不知道会不会推下来 啊 瘦若男的家已经 还没说什么的 就已经给推上来了 是吧 我太喜欢他了 太喜欢了 我妈喜欢这类型的 我也喜欢这类型的 来吧 陈柏雯 衣服是谁给你准备的 我自己戴的 略微紧了一点 哎呀 我觉得身材好好啊 就是一看 就很会健身的那种男生 我一直在健身 这已经是我家 唯一能穿得下的西装 哇 这块头 我就是喜欢那种 有 有点慢的那种健身类型的 哎 我好喜欢这个发型 这个身材 哦 天哪 就很慢的那种 哎 你有没有发现 他侧脸像是小龙的感觉 有点 有点 嗯 他眼睛有点像林庚星 哇 啊 这个角度又像那个余浩鸣了 林庚星 余浩鸣 还有谁 哎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那个王大锤 这个名字叫训犬师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一个国外的一个人 就是专门训犬的各种恶犬 在他面前很快很快就给他训的 非常的懂事 我要求他保持平静 顺从 即便是在兴奋的时候 好 是一个职业吗 呃 您说的应该是西萨 是我们导教育中心的老师嘛 他是名师带出来的 那个是他的灵魂导师 西萨 那学费很贵啊 对他现在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的话 我们从那边学习出来的话 还算是偏专业吧 跟国内的不大一样 哇 好专业啊 对 对很多人来说训狗师 可能是新兴产业 但是其实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照样产业 对 一条狗狗可能在我这边 就待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但是我一个人一次性 大概训20条到30条左右 哇 这可以 这可以 哇 哈哈 我们家比较大 狗的狗的话 一般在我们家楼下的车库 我们有非常大的院子 给狗去玩 车库跟院子里 我自己一个人 有60条狗都没什么问题 哇 这么多狗啊 我的妈呀 而且我自己就是老板 我也有自己的团队 马上店也全部都弄好了 霸道总裁的那种感觉 霸道总裁 是的 哇 我霸下来没啊 啊 我干了 第二艘小船吹下来了 啊 我妈快吹下来啊 哇 啊 三艘小船都已经到位了 哇 我妈吹下来了 我家是第一个吹下来的 谢谢 我好喜欢这种男生啊 他是我的菜 是我的菜 你们不要说话 是我的菜 你赶快夸夸帅帅 2号 少少男的妈妈 先匕首的 我是太喜欢这个男孩了 嗯 所以我想把我女儿 夸一夸啊 我女儿呢 你也看见我的颜值了啊 肯定比她漂亮 肯定比她漂亮 花点花开 你能想想一下 我妈说的好 哎呀 你们这样好自己 我爸妈怎么回事啊 男嘉宾 我妈说的好 我也想来夸一夸我的女儿 你喜不喜欢小蝎女形的呀 我家女儿就是个小蝎女形 然后她的性格也很好 谢谢 我的爹 喂 国立老师 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谢欣彤 让我的爸爸接一下电话 请欣彤的爸爸听一下电话 爸 你得跟他说 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你说我的优点 你这么能捞到 你怎么不跟他捞个磕呢 对吧 是 好的 你得夸夸我 夸夸我 我看你半天都不说话呢 是 爸 加油啊 我看好你 好 看给你爸 憋的脸都红了 我心疼要求我夸夸他 嗯 应该的 有几点我心疼是绝对的 一个 本企业保证我们出品的产品 包修包换 一点配件都不差 哈哈哈哈 你爸真的好可爱啊 对对对对 说话都很有趣 包修包换不退啊爸 爸咱们不退 我心疼学习成绩很好 那个时候考那个图美 还是全国第八名 对对对对对 中国美术学院能上上去可不容易 啊 反正我心疼是很贤惠 非常多优点 目前是一时没办法全部夸完 够唠叨的是 希望男嘉宾关注一下 谢谢 我觉得我凉了 奶奶 你举了半天手了你说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小伙子 看起来阳光而且稳当 不知道你呢 想找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的话如果是找女孩子 我比较倾向于独立性强一点的女生 因为我不是需要一个女生去我家 去做什么家务 我不建议不会做家务的女孩子 你会做家务吗 因为我这人比较顾家 修理水电各种管道都会 您不用担心 哇 这天 暖男 这也是我的菜 好 而且我中西餐都会做 我喜欢做饭 哇 做菜的男人 他中西餐都会 我喜欢做饭的男生 超小的 对对对对 下面我们就赶紧让我们通过一段VCR 来进一步了解一下陈博文 我要看VCR 最重要的来了 请看大屏幕吧 我是陈博文 今年26岁 这个年纪的我在屋的层面上 已经一时无庸 而且有了将家人接到自己身边的能力 父母不幸的婚姻 让我从小就很独立 那使得我时常在想 为什么人一定要按照大部分人 所认为的轨迹去生活 所以16岁那年 我决定脱离常规的生活轨迹 提前去社会大学闯一闯 16岁吗 我在北京做过职业电竞选手 他喜欢打游戏 我最喜欢打世纪游戏了 我喜欢玩游戏的男生 在上海做过养酒的销售 最后在无锡和朋友合伙 经营一家餐饮店 当我觉得一切都入浴得水的时候 人生中的大考 不期而至 就是跟我山西的一位朋友去开的饭店 而他拿我们的资金链 你们的钱去挥霍一空 所有的担子都落在我法人一个人的身上 从那时起 那个宜兰绝兰 脱离常规生活的倔强少年 不在了 走投无路时 我想到了家 并第一次 向父亲开口要了钱 爸吃坏了 其实我爸是那种 脾气非常暴躁的人 以前经常会大 其实那个时候还挺恨他 就是这样一个暴脾气的人 在我最难的时候 给了我最大的帮助 对于另一半 以后的家务活 我也舍不得让他来做 这也是我学会做饭最重要的原因 新闻未来的某一天 我坐在这里 猫狗围在身边 孩子坐在左边 你坐在右边 这是我能想象的 最美好的画面 他也有养猫 感觉他阅历好丰富 这是很成熟的一个男生 一看就还挺成熟的 喂 喂 国立老师 我是宇慧 宇慧的妈妈接下电话 喂 妈妈 你帮我问一下男嘉宾 她那个视频里面 就说到她跟她爸爸之间 有一些波折 能就是说一下 就跟她爸爸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吗 好的 男嘉宾 我爸脾气是比较暴躁的 他原来健康的时候 我的观点跟他不一样 我可能就会被他 用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 去让我认同他的想法吧 你不听话了 他就拿来打 就这样形容对吧 用拳头去解决问题 但是就是哪怕之前我在钱的方面 他可能在这边骂我打我 然后那边还会去帮我想办法 因为我爸的脾气不好 所以很多亲戚也不是那么待见他的 现在他病了 也是只有我在他身边去照顾他 也就是我们是互相依靠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血缘这个东西是很神奇的 是一种钮扣 是以各种形式的方式去存在都好 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吧 谢谢 说得很好 好有深度啊 我觉得他内心挺细腻的 你觉得很多事情 父亲对不住你 其实在你最关键的时候 那一个能够支持你 能够帮助你解决所有的困境的人 也许就是那一个能力并不多强的父亲 是吧 来 恭喜你 有三位家庭选择了你 接下来你将进入全力反转的 这么样一个环节 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请看他们身后的大屏幕 一号球语会是25岁美容院的老板 二号邵若南 25岁服装店的店主 三号谢心童24岁市场部的经理 一号球语会选择一个 我觉得第一个吧 为什么是我去上学了 那一定是小时候的呗 看看我去上学了 好可爱 大长腿啊 长发极腰啊 好吧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的小红娘 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看看我们火眼金睛的小红娘 会将你们手中的红线 牵向何处 我感觉我心跳我快啊 紧张 我也好紧张 二号 一号 二号 二号 三号 三号 二号 哇塞 这么势均力敌吗 是你啊 是啊 天哪 天哪 你要被牵走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成蕾 及男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为他出谋划策 大家好 郭黛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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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博文和几号嘉宾 更为合适呢 我是这么看的 一号家庭女强人 她很喜欢独立女性 她其实喜欢 稍微野一点的女孩 很符合她的审美 我想一下我的表白了 那博文呢 一会儿就会做出自己选择 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 还有一位嘉宾也在这儿 博文不知道 我们先来看一点VCR 您好 郑国立老师好 是爷爷 应该是爷爷吧 各位嘉宾 你们好 我是陈博文的爸爸 爸爸 很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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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我像 你爱过的 好吗 好吗 我为师父很熟悉的孩子 我相信他 一定会像我好语 女流 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我也越爱 越爱 她也不懂句话 你多多话 谢谢大家 陈博文的爸爸呢 患有咽喉癌 讲话困难 行动也不方便 所以呢 没有办法今天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但我们在拍摄 陈博文 VCR的过程当中 陈博文的爸爸 瞒着陈博文 一定要我们帮他 拍一个祝福的视频 这段视频 陈博文本人 也没有看到 我为这样的男生点赞 身体还这个 不是那么利索 不是那么痛快的爸爸 来为儿子助力 那是个和我故事的男生 对 难怪他比较忧郁 对啊 陈博文 请你站到 你选择的地方 好了 陈博文 就要到了 你要选择那时刻了 哎呦不行 我现在都好紧张 天呐 我也好担心 我手上都出汗了 好紧张呀 我的选择是 稍微等一会儿 来 我们看看谁来电话了 在这关键的时候 谁来电话 来 喂 博文老师你好 我是二号家庭 邵若男 来 接一下 邵若男的电话 喂 喂 姥姥 说话 喂 你告诉他 我如果 如果想我的话 我会跟他一起 孝顺他的家人的 对 你要找到他 他会和你一起 孝顺你的家人 我的妈呀 自然 我的妈呀 在最关键的时候 最真诚的表白 来 博文 最终的选择 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你的选择是 8号女嘉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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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郭丽老师 恭喜邵若男嘉宾 恭喜邵若男嘉宾 好 有请心动女生 邵若男 谢谢郭丽老师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看了你的VCR和你的一些爱好 我也特别喜欢养狗 特别特别喜欢小动物 现在有了你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养很多很多的狗 甚至可以去救助一些小动物 因为我看到你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 我特别喜欢你的这一点 因为我也特别孝顺 我确实非常非常地喜欢你 我感觉帅帅真的不行了 我自己一个人这么十年来 我在白夜里奔跑过 我在黑夜里徘徊过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在负重前行 我很多时候会迷茫 但现在我想 你可能会在我想要去的那个方向等着我 我愿意陪你一起养狗 陪你做饭 和照顾你的家人 真情表白 真情表白 眼里已经泛着泪光了 是真喜欢 我希望我们以后在一起 可以互补 我希望往后余生 可以跟你吃遍世界的好吃的 看遍世界的风景 然后可以有一群狗 还有一些孩子 一些 你看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这两个人的表白 真的是特别好 你 我们可以 这两个人的表白 再次恭喜你们 祝福你们约会成功 希望你以后在训狗 拉着一群狗走的时候 不再是孤身单影了 国立老师爱你 谢谢国立老师 谢谢国立老师 谢谢各位家长 谢谢鸿娘们 谢谢 我觉得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 跟她奶奶说的一样 特别的活泼跟欢徒 从一开始 我就对她比较感兴趣 从头到尾 我觉得都是特别满意 特别合适的一个男生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补卫家庭 谭思雨家庭 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小姑娘好 我叫韩思雨 今年27岁 嗯 就像我的小名甜甜一样 我不仅人长得甜 我还特别喜欢吃甜食 哦 你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 我现在在沈阳 经营着三家甜品店 甜品店三家都是你自己的吗 嗯 是的 哇 好厉害 那你看国立老师 像个什么点心 我觉得您像 法棍面包 挺拔如松 刚正不阿 还特别有内涵 有营养 大家都喜欢 好啊 最重要的吧 关键的时候 你还可以拿起来当武器 哈哈哈 国立老师 这次我是亲自带着女儿来相亲 哇 有点意思啊 您不知道 我这个女儿 我最头疼的就是别人跟我说 你女儿太能干了 哦 为什么呢 一个女孩能干的背后就是辛苦 对啊 对啊 我就希望婚姻比她的事业更重要 找到一个心爱的人 让她们两个人共同地更上一层楼 把辛苦给那个男的 对 那希望这个人今天就可以出现 好吧 请思雨一步第二现场玻璃房内 你好 老乡 你好 你好 好可爱 好可爱 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座 对 二号嘉宾全都走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汉堡王子 汉堡王 出来了吗 徐江帅 好可爱 开心了 汉堡王子 汉堡王子 很开心 这位嘉宾由时时视频相亲的《珍爱》APD推荐 哇 大床腿 真的好高啊 八个块啊 这个表里不高 这个蹭蹭好可爱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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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各位树双阿姨你们好 这一期男嘉宾颜值都好高 挺高的 这个新的挺帅的啊 她发型也很帅 很帅啊 好像帅 对 好像帅东城 对 是不是帅东城 但我觉得她比较像程美妊啊 特�很像 好可爱 老福的少女心 好可爱 我叫徐江帅 今年二十五岁 我发现她腿好长啊 就是那种九笙的那种 对 挺高的 是一个第一滴倒倒的重庆灾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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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的火锅吗 现在在北京经营一家 属于自己独立品牌的汉堡店 汉堡店 也是创业的 我妈好快 好 现场已经有一艘爱情的小船 推下来了 为什么我妈不推下来 我爸下来没 男嘉宾 你好 我的女儿跟你的行业是很相近的 她是做甜品的 反正她也是自主创业 在沈阳已经做了三家 我妈马上就说 对 你们家是吃的 甜品点 很相似 并且我听说你是重庆人 我也是会做四川菜 古北菜 东北菜 我妈好棒 我妈妈也会做 我妈妈厨艺特别的好 我妈做菜可好吃了 我妈只会抿菜 会让你养得白白胖胖 希望你也能关注我们的家庭 好的 阿姨 没问题 好 我妈加油 妈妈加油 徐江帅 你这改的名字还是从小就是叫这个名字 我从小就是这个名字 妈妈小的时候在我的毛衣 还有我的一些毛鞋上面 她会制一个帅子 可能是希望我长大就真的很帅吧 死有点甩 太帅了 真的好帅啊 偶像派的 我感觉她像泰剧里面的男主角 有点 有点 看她侧面鼻子好好看 为什么我妈不推下来 那你说说来到我们节目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我想找一个就是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 比较成熟大气 然后在家里可以小鸟一人一点 外形方面的话就是头发长一点 外形方面的话就是头发长一点 然后大大的眼睛 我觉得我挺符合她的择偶要求的 我妈推下来了 第二艘小船推下来了 三艘小船都已经到位了 又是咱们两个啊 对 咱们俩又是抢亲了 我们问问四号和五号 你们为什么没有推上来啊 我原来喜欢的一米八的鸽子比 小男孩 我一米八二 你看出来吗 眼神不好 不过不要紧 玻璃房内的两个孩子 还可以有一个抢亲的机会 导演组给他取个名字叫汉堡王子 为什么叫个汉堡王子呢 国际老师是这样的啊 因为我在店里的时候呢 就是确实身意会好一些 他应该是他们店形象代言人吧 很好看 很帅的那种 对 对 对 是 我的朋友呢 给我想了一个办法 让我做一个人形的立牌 然后放在我的店门口 就是我没在店的话呢 也会吸引到一些顾客过来 都是小女孩吧 都向他来 哇 好帅啊 拿着一个汉堡 站在那个人形立牌 旁边的照一张啊 我觉得国际老师今天特别幽默 我今天还带了一个来到现场 你这个太有心机了吧 你为什么还要带上一个来呢 我们看个活的不就行了吗 我们为什么要看个牌子呀 我想把那个人形立牌 送到那个玻璃房 然后让女嘉宾 然后可以跟我的薰膏比一比 看搭不搭 好有心机啊 啊 心机boy我喜欢 这是说辞 你只要抱你的身高就可以了 他们就知道搭不搭了 微笑好可爱 已经在这里了 还是像王东城 五官都很好 比较标致 她说我的菜 我去啦 我觉得和我的身高还蛮般配的 对王身高插 可以吗 直接抱左了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眼熟呢 看着 你是不是拍过什么广告之类的 之前确实有经纪公司找过我 然后拍过一些平面 拍过一些广告 你看 我还上过咱们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 极限挑战 你不是信号舞 我还可以来一个吗 你会武功吗 我会啊 我练过 我看 我看 这个少侠可以 气质上好一些 对 形象上可以 喜欢冒险的那种男生 应该也是喜欢运动的那种 来 让我们通过VCR 进一步了解一下徐江帅 这家店的老板特别的帅气 我跟我朋友呢经常来 而且老板特别帅 对 老板很帅 我和我同学就专门坐车来吃他家的东西 老板特别帅 我觉得女粉丝好多 对 真的特别帅 主要是老板帅 你可以夸我帅 但你不能说我只是个花瓶 这个汉堡开着就好好吃 是一个在北京打拼的重庆人 他在北京 在北京开的店 去年 我开了一家汉堡奶茶店 终于实现了我学生时代的梦想 很干净 这个店面很干净 从店铺选址 到办经营许可 从店面装修 到食材进货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我一点一点地打拼 终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汉堡店 其实 一个人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去生活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个请兵我开美容院的时候 自己去广场上发传单 蛮辛苦的 创业真的好难 感同身受 最艰难的时候 甚至一天一口热饭都吃不上 不容易啊 从来都没跟我们说过这些 都是报喜不报忧 但我相信坚持就是剩你 一步一个脚印 成功只是早晚的事情 未来我打算把汉堡店 做大 多开几家分店 给自己添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们重新男人拉得出售 也宰得了家 我对生活的细节要求很高 我也很喜欢做饭 做饭 小时候美食 做饭的男生很加分 我会是那个天冷时 可以给你手 你第一杯奶茶的男朋友吗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款式的男生 我也挺喜欢的 爸 又巧了 这个还要激烈了 喂 福利老师 你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谢心彤 谢心彤的爸爸接电话 来 爸 我很喜欢他 你帮我问一下他的兴趣爱好 好 然后你问问他喜不喜欢小动物 好 小帅哥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 比较喜欢跳舞 跳舞 健身 我也是 我就想找个男生 跟我一起去健身 还会 就一些小的beatbox 天哪 要不是先到来一段呗 来一点 来一个 那我就在叔叔阿姨面前现丑了 好 这可以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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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范儿了 起范儿了 谢谢 有点愈合 好棒 还可以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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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代表我的声音 我已经按好了电话号码 北京的洋品牌的汉堡很多 你在北京其实最简单就是做火锅 葱青火锅 这个北京的爱此理恨 对 其实火锅店最早的时候我也有想过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男生 然后我觉得火锅店太油了 然后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小的时候呢就是看一部偶像剧 一个男主然后给一个女主 然后递上一杯特别热的奶茶 我觉得那个画面特别好 特别温馨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就是在未来给自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汉堡店 太棒了 他是有少女心的 我也有少女心 还有小帅哥我问一下 你最近给你父母亲送过礼物吗 我觉得我爸起兴趣了 你可以可以说一说你们这个家庭 叔叔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从小就跟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 但是就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所以我对我以后的爱情 我会更加珍惜 嗯 说得特别好 她的性格不像那个其他的那种 离异家庭的孩子缺少一种爱 那种胡妈还在家呢 所以她对她的那个性格的形成 还是很有好处的 这是她一个夫妻啊 你看与慧的妈妈率先鼓掌 因为与慧也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 嗯 阿姨 谢谢 谢谢阿姨 这个男孩还挺好的 对 对 对 是 男嘉宾 你好 我女儿也是单亲家庭长大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因为单亲家庭的人 她是在逆境中长大的 她更知道懂得去 怎么样去爱一个人 去怎么样去关心一个人 我挺你 默默的 谢谢 谢谢阿姨 嗯 蛮好棒 蛮好的 嘉宾 你好 我们认为我们家是一个 特别有亲情 有温情的一个家庭 我和她的爸爸 可以用双手拥抱你 把你融入到我们的家庭 做我们的儿子 谢谢 谢谢阿姨 好棒 我们的女儿也是一个特别温柔 刚才跟您说的 我不知道怎么这么符合 她就是愿意做事业 我们希望在她你的事业上 能加上她 就是跟我刚开的开场白一样 会更上一层楼 嗯 说得特别好 好的 谢谢阿姨 虽然我们是竞争对手 但是我觉得你妈真的说得好好 嗯 现在看着这三个家庭 没有什么偏好 没有啊 我觉得都真的是好难选择 都挺好 真的 都挺优秀的 恭喜你 续江帅 我们有三位家庭选择了你 接下来你将进入了全力反转的这个环节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三个家庭的简历 一号 求宇慧家庭 25岁 她是一个美容店的老板 二号 韩思雨 27岁 甜品店的店主 三号 24岁 市场部的经理 来 宇慧 选一个 我选择甜蜜暴击 哇 好厉害 精彩好好 就是你皮肉痒痒的时候她可以 她会不会不喜欢这样 什么 这么 看她笑得多开心 好了 接下来看看我们 火眼金睛的小红娘 会将你们手中的红线 牵向何处 请投票 我觉得是真说不准 我觉得我们都差不多 支持二号家庭 谢谢小红娘们 二号 二号 一号 三号 一号 我觉得应该又是我最高 好同学 好同学 支持一号 基本上是平分秋色了 这个真的差子好小 对 接下来我们有请成蕾 及男嘉宾的亲舞团上场 为你出谋划策 大家好 大家好 国立老师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国立老师好 我是徐江帅的姑妈 哇 好年轻 好漂亮 粉色的好可爱 里面的衣服也好可爱 好可爱 这个说话还有点 还有点死串的味道 你重新的呀 腿透 腿透 国立老师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般说儿子像妈 现在你看 侄子像不像姑妈 长得还是挺像的 眉宇之间 对 还是很像 那你对这个三个家庭 有什么印象呢 二号家庭是开甜品店的 对 对 然后和我加帅色的那个 还挺搭的 看妈妈就这么年轻 漂亮 肯定女儿也是很漂亮的 站到一起的话 那肯定是金铜玉驴 谢谢姑妈 我觉得这个二号宝座 又要发挥威力了 好像又是二号被牵走 来 小帅哥 请你站到选择那个位置上 好紧张 我真猜不出来 不知道男生怎么想的了 接过上一次 对 猜不透 对不起 打断一下 我 我 我想问一下 一二号家庭的叔叔阿姨 你们的女儿多久 然后收拾一次房间 我爱做家 我女儿她不会经常去收拾 做家务 收拾屋子 我妈这是来欠我的短戳 这一点是她最大的缺点 我是每天就是东西弄完之后 叫妇员这样 每一天 因为我们家有猫 所以肯定要收拾 我是每天就是东西弄完之后 叫妇员这样 每一天 因为我们家有猫 为什么她这么在意这个 我觉得我会改的 如果把我遣走的话 好了 由着你自己的内心 做最后的选择 男嘉宾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二号 一号 一号 都有都有都有 我怎么事情就二号 我个声最高呀 二号我会真是个风水宝地方 二号 我会改的 如果把我牵走的话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一号 一号 哇 你看小红娘们 你们好着急 你们第一次表现成这样 小红娘们 五 我会改的 四 我会改的 二号 二 三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家庭 摸摸哒 二 我们的选择是 一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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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愉快 好 恭喜一号球语会的家庭 今天我们有请另外两位女嘉宾 从脱离房里走出来吧 三号 谢心童 这是我们的二号 思雨 男嘉宾 你好 虽然很遗憾 我们这次你没有选择我 但是以后有创业的方面 我们都可以一起探讨 好的 谢谢 思雨 你受打击了吗 来 好 回到你爸爸妈妈那儿去 忘了 回那儿 此刻幸福的一号女嘉宾 大家可能在想 到底女嘉宾讲什么样 好吗 长发飘飘 漂亮 漂亮 首先 你的出场 我特别惊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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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是我长这么大的第一次 表白 然后呢 谢谢你选择我 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说 其实 小的时候受过的伤 一直到长大以后 自己成为一个 独立的女强人之后 其实有的时候会 特别特别需要人照顾 在这里我也想 再次为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 再证明一句 我们都是可以得到爱的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你能够选择我 我想说 我接下来会在 很多地方 开一些分店 我一个人能力可能有限 我一个人能力可能有限 我希望接下来你可以参与到 哎呀 遇上了个宝啊 希望以后 我生病了有人可以照顾我 我受伤了有人可以安慰我 一起去走更好 更好的人生 谢谢 你喜欢喝奶茶吃汉堡吗 我特别喜欢喝奶茶 你看看她乐的 你愿意 做我的老板娘吗 好 店都盘给人家了 人理所当人的忘记 是谁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我愿意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意 原来我们的爱心 曾经淘汰的那默契 她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她陪我冰子雨 一步步都是你 一生不然的 真心一生 我不太介意说 女生她不做家务 我觉得我怂了 因为我可以包了 我会先到杭州路人去看一下 我们期待你在杭州 生根落地 好